Hello 大家好 我叫Sam也 相信大家在MCO期间都有看到一个情况 因为疫情的关系搞到很多生意都面临大跌 甚至很多都决定把店关闭 其实也不是一个坏事 因为老的青山仔 哪怕没财修呢 相信看这视频的朋友很多在寻找着出路 要如何在2020年突围而出 通过网路来赚钱 在这个影片我将会分享7个可以在2020年 能够在网路上赚钱的生意模式 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有关online marketing 或者是房地产知识的朋友呢 欢迎订阅Sam也的频道 第一个就是最普遍的e-commerce 就是电子商务 那e-commerce现在是在我们市场上最常遇见的一个生意模式 你可以利用各大平台去做这个e-commerce 什么平台呢 Lazada Shopee Amazon Shopify Facebook Page 这些种种的平台 你都可以利用来做这个e-commerce的生意模式 那基本上是如何去操作这个e-commerce呢 首先你必须要找到适合你的供应商 就是我们的supplier 你可以在本地找 或者你可以在中国的阿里巴巴找了 阿为什么选中国呢 因为中国的货源来到我们这里相对会比较便宜 那但是不是叫你一个一个这样订回来啦 叫你大量的采购那个货源然后订回来 这种情况之下才可以达到最maximize你的profit margin 订回来了过后呢 你就在各大平台可能在Lazada Shopee这种用比较高价的价钱呢 再卖出去 这我们叫Resale了 So低买高卖 就是这个e-commerce的一个赚钱模式 基本上这个e-commerce的生意模式并不复杂 属于最初级的一个online business的一个赚钱方法 那它的坏处是什么呢 你必须要用一笔钱去采购physical product 就是实体 然后才可以把这个货源 resale出去 要如何有效的把你的产品卖出去呢 此点我会详细开一个影片跟大家讲解 那这个生意模式的难度呢 是一颗星 属于一个新手上路的一个网路生意模式 第二个网路生意模式 你可以成为一个copywriter 就是写文案的人了 在这个2020年 人人都会打广告的时代 要如何让到我们的广告突出 那文案就占据了很大的地位 一个广告的突出 如何别具风格 往往都是因为文案在作怪 那属于说的好 好文案卖断货 烂文案必囤货 什么是一个好的文案 那么你先要搞清楚文案的第一句 是用来做什么的 文案的第一句话 最重要是让他读第二句 那么文案的第二句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让他读第三句 在古代时期 最类利的武器是刀刀尖尖 在我们这时代 最类利的武器就是你的文笔 那你不要看现在很多人都在打广告 其实很多人在打广告的时候 他们的文笔 他们的文案是烂到不行的 因为他们不懂文案的重要性 所以这时候你的地位就非常重要了 千万不要杀样你的技能 你可以去approach那些你觉得他文案 写到很烂的company 一开始人家肯定不会相信你啊 你没有portfolio什么都没有 我的建议呢你可以免费帮他写一个文案 你可以怎样私讯他 你可以跟他讲 我免费帮你写这个文案 如果你觉得这个文案可以帮到你的情况之下 下次我可以成为你们的copywriter 如果你幸运可以成为某公司的copywriter 尤其是那种比较大型的公司 你的income是不简单的哦 你也可以私人开一个page 给那种公司自己来approach你的page 叫你帮他写那个copywriting 但是前提你要有相对的portfolio啦 不然人家怎样会相信你呢 copywriting就是2020年最好的salesman 他可以成为一个24小时都帮你工作的salesman 那么成为copywriter的难度大概多少颗星呢 3.5颗星 Affiliate Marketing 联盟营销模式 这个网络生意模式在malaysia 还没有那么的热门 其实在外国呢 这个Affiliate Marketing是非常非常的火爆的一个生意模式 那什么是联盟营销 什么是Affiliate Marketing呢 基本上是很容易了解的一个道理 你就好像一个中间人 一个agent的感觉 比如说你用这个aircon 你用到这个aircon是很好用的 你就在网络推荐这个aircon 然后有人看到你这个推荐这个aircon的情况之下 他点击你推荐的那个link里面买这个aircon呢 你就可以赚到钱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你就是一个agent的感觉 但是要成功的话 for这个生意模式有一个很大的前提 你的个人品牌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如果你根本是没有什么粉丝 没有什么说服力 没有followers的话 你做这个Affiliate Marketing呢 根本是没有人去了你的 所以你必须要build up你的personal brand了 for assemble 哈啰大家好我是Sam爷 今天来跟他推荐一个g-shock手表 想要跟我带一样的手表吗 立刻点击以下的链接跟我购买哦 你会买吗 你肯定不会买的 因为你不是我的followers嘛 想象一下如果刚才那句话是王力宏跟你讲的 你是王力宏的fancy 你会不会很想跟他穿一样的手表呢 这就是Affiliate Marketing的power了 它是不需要任何产品的 你只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代言人 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KOL Key Opinion Leader的情况之下 你做Affiliate Marketing是轻松百倍 你不想录联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经常在YouTube看到一些影片呢 他们会做一些review 好像mouse的review啊 keyboard review啊 game的review啊 他们也是没有录样子的 他们只是对这种产品呢 做出一些评估 这种Affiliate也是很够力的 他们做了这种诚实review过后呢 他们下面会放个link 给那种看着这个视频的朋友呢 点进去购买那个他所推荐的产品了 这也是非常powerful的一个方法啦 这也就是Affiliate Marketing的power了 Affiliate Marketing 我个人建议这个难度是三颗星 来第四个就是网路课程 online courses 没错就是卖课程 你可能会讲 蛤叫我卖课程啊 不要玩啊bro 那也随随随随啊 卖课程给人骂咯 当然前提是 你卖课程之前 你必须要qualify 你有没有这样的资格 去卖这相关的课程啊 你有没有足够的portfolio 去证明你这个课程 是真的可以帮到人家的 我不是教大家 随随便便在网上FB打个广告 教人家怎样赚钱之类的课程啊 卖课程本身是完全没有错了 因为我本身也是很喜欢去上课程的 去增值自己啊 市场上很多都是教人家 卖人家 找人家去赚钱这种课程的 有时候我真的是很堵懒 很想讲一个东西 如果真的这样赚钱的话 你会 教人家怎样赚钱呢 你都是自己赚都好啊 怎么开盘 教人家赚钱呢 小朋友 你需要有很多 当然卖课程呢 你也可以卖很多种内容的 如果你在MCO期间 发觉你是个主菜高手呢 你可以怎样做 你可以把你主菜的经验录成短片 然后去做教学 教人家怎样煮菜了 如果你的音乐很厉害 你可以教人家怎样去制作音乐 如果你剪头法很厉害 开一个课程 教人家怎样剪头法哦 那你可能会想 哈马来西亚都开啊 我还开剪头法的课程 不浪费钱 来我告诉你个秘密啦 全世界的人都需要剪头法了 马来西亚好好不好 不代表外国好好不好 你可以卖给外国人的 现在我要学那种企业家讲话 最重要是思维 同样的 你很厉害fitness 做gym这种很厉害 你不是教人家怎样做gym咯 我会给这个生意模式的难度 也是三颗星 接下来到一个 最难 可是也可以是最赚钱的 一个网路生意模式 你做一个software 或者做一个app 如果你是一个会做app的朋友 千万不要浪费你这个技能哦 如果你可以看到市场上 所缺乏的一种需求 然后刚好你的app 是可以填补这份缺口的话呢 哇你的钱啊 那for example chatfill clickfun呢 这种每个月都收钱的这种app啊 那你可能会想啦 Sam也这样容易咩 对 这个的确不容易了 如果你有idea 你懂什么东西可以填满这个 这个市场的缺口的情况之下 可是你不会做app这样办 那请人家做咯 做app 难得有idea就要去发掘了 前提是你的app呢 一定要满足到市场上缺口的需求 第二就是有创意了 那么赚大钱就一定有你的份了了 这个这个赚钱模式呢 我会给它五颗星 最难的 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又简单又难的一种生意模式 我不要问我 到底是哪一种呢 继续看下去 dropshipping 那很多人就讲了 这个是个零成本的一个生意模式 但是是不是真的是零成本呢 它的概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基本上它是不需要购入任何的货源的 首先你必须要有一个网店 你可以在shopify开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网店 然后过后你的顾客就去到你的website 看中某个产品他就order了 他order了过后你就收到钱了哦 哇这样容易呢 我都还没有拿到后就有人给钱我了哦 这时候你要怎样做呢 你就去Ali Express 一个中国website 你觉得Ali Express呢 order那个货物 再把这个货物send去给你的顾客 就是这样简单 真的就是这样简单 那是问题来的 整个概念听起来是非常的美好 非常的理想 重点在这里了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零成本呢 那你想象一下哦 你现在开了一个website 对吗 你开了一个website 可是你的website完全没有流量 完全没有知名度 人家会某顶顶search你的website 肯定不会对吧 所以你会怎样做 你会在Facebook 或者Google 或者YouTube打广告了 打广告 引这种流量进去你的website 然后问题来了 广告费贵吗 这个就是你的成本了 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 因为很多时候呢 你所赚到的profit 根本cover不到Facebook的广告费了 除了竞争对手多 第二就是运送时间太慢 很多人宁愿在Amazon呢 Lazada Shopee 这种website买 还快过你的website 那么讲到这样难的情况下 你还推荐我做么呢 也是有成功的范例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可以去一个website看一下 这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for dropshipping business blueclick.com 这个公司呢 利用video marketing的方法 成功把他们的知名度打响 所以他们的流量是大到一种程度的 根本有时候是不需要打广告 就很多来向他们的website购买了 所以讲到最后还是一句brand 所以这个dropshipping business 它的难度是多少呢 我会放它四颗星 来到最后一个 第七个网路赚钱模式 就是youtube 很多人对youtube有一个很大的误解 觉得subscriber越多就是越赚钱 其实很多时候 subscriber几千几千那种youtuber 赚的钱甚至会比那种几百千subscriber youtuber还要多钱的 那讲一讲呢 就要看你的content是什么了 如果你流量多呢 你可以在youtube赚到那种广告钱 就是人家在youtube打广告 然后打到进你的影片之下 你就可以收取这个loyalty这个fee 这个广告钱 如果你有用youtube的话呢 你可以用youtube做很多东西的 你甚至可以用youtube做我刚刚所讲到的 其他的六个online business 你可以用youtube拍一些demo的短片 卖你自己的产品吗 你可以利用youtube 在youtube上面推荐你自己卖这个课程吗 你可以用youtube推荐人家的产品吗 affiliate marketing 你可以用youtube 来show off你所新创造的一个software吗 所以youtube的市场是非常大的 千万不要局限于 只是看有多少个subscriber 你的content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来我打一个非常容易明白的一个举例了 有一个房产的agent呢 他有7千多个subscriber for youtube 7千多个啊 你可能会讲 哎呦这样少7千多个啊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点呢 那7千多个subscriber呢 其中就在10%多好了 70个啦 是他的potential buyer来咯 你就知道房地产的income是很高的咯 来第二个scenario 有个subscriber超过300千的一个youtuber了 但是他的影片整天就是那种 骗来骗 他的300千多个subscriber呢 很多有可能都是小孩子来的哦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整天只是看subscriber 因为youtube是一个很大的池塘 给我们去explore了 那其实youtuber的门槛一点也不高 你只需要有一部手机 一个麦克风 网线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youtuber 所以我给这个生意模式的难度是 两颗星 好了以上就是7项 在2020年网路赚钱的生意模式了 欢迎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你对哪一个生意模式最感兴趣咧 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更多有关online marketing 或者房地产知识的朋友咧 欢迎subscrib我的youtubechannel Sam也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